實在講這個標示 不是我們要標示錯誤 我們都沒有錯 我實在 把這個事情落幕就好了 我叫前年下架 已經下架 但是實在講 這個蛋就是龍尾進來 沒有龍尾會主宿我也不要給他洗 我不會幫忙給他洗 我也沒有什麼利潤啊 賺不到幾毛錢 你要負責就著作那麼大 那報紙一報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實在講感覺很會期 因為這個標示 我們輸藥署衛護部 也沒有真的說進口蛋要怎麼標示 我們上網去查都沒有 從開始龍尾會委託 我們代工洗血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資料 去查那輸藥署都沒有 那到現在還是沒有 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我們按照我們前年的活約 就是有效今天日期幾號 就是有效日期就是一個月 那這一個月的時候 我們以前在輸藥署開會 那個潘主長也講了 你們就要 你們有效日期幾天 你就要負責幾天 這一個月的蛋 消費者買去有錯蛋 你們就要負責 我們是這樣的 他那個潘主長解釋說 你要打15天也可以 要一個月可以 你打一個月要負責一個月 打15天或者15天 實在講 這個標示 不是我們說要標示錯誤 我們都沒有錯誤 這次進口雞蛋發生標示錯誤的問題 那我們農業部有責任 已經發生的原因跟過程 那昨天我們同仁有跟該業者 瞭解相關的處理方式 我們並建議他應該盡速對話說明 以避免下一次可能的情況再次發生 來確保我們消費者的權益 對於這次雞蛋有效期限被標示錯誤的事情 被擬推的事 我們要澄清 有舒適的地方 我們也一定要處置 也不會讓廠商說謊 更不會讓廠商被黑鍋 一切依法處理 這次標示錯誤的雞蛋 沒有食安的餘率 都還在有效期限 那請我們所有的消費者能夠安心 確保消費者食品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責任 那未來我們也會盡力來加強 輔導業者標示正確 我們最重要的責任 各個階段呢 我們要求您的任何域 每個階段 雞蛋 そう言 我們該為我們 在左近的地方 那還會不會降臨 所以我們不規的 那麼容易